也以160万车的销量成为近年来最受瞩目的引进版文学读物 近南靓女营造的青春气息 超自然的能量所带来的高票房 以促使该片的第二部《目光之城2》月光 登陆北美4000多家影院 出票率一举刷新好莱坞最近十年的最高记录 为期六天的中国新疆文化周26号 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开幕 这是新西兰首次举办以中国新疆为主题的大型文化活动 文化周开幕的当天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50名艺术家 为奥克兰当地群众和华人华侨奉献了一台名为 《魅力新疆的精彩的文艺演出》 也吸引了2000多名观众到现场观看 另外在刚刚过去这天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6号护甄股市在线大幅下挫 上证宗旨在早盘一度重回3300点上方后一路下挫 最终收报于3170.98点 跌幅为3.62% 宣众城指收报于13287.37点 跌幅达到3.82% 很多老股民会根据股市开盘前 集合进价时的价格变化 来判断一只股票当日的走势 但是有违法者正是利用这一点 在集合进价时疯狂下单 将股价直接推至涨停 然后迅速撤掉买单 并抛出真实卖单高价成交获利 短线大户墨田军凭着深风击西的招数 用不足千万的资金连得上亿财富 他通过频繁申报和撤单行为操纵7只股票 收益最高的是南方汇通 操作时间仅为82分38秒 收益却高达93万 平均一分钟吸金1.13万 证监会认定 墨建军的行为已经构成操纵证券市场 没收违法所得并除以罚款 深圳市25号颁布实施了 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再行规定 规定中首次提出 凡配偶和子女 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外境外定居 或加入外国国籍 获取得国外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在领导班子分工中 党政正职不具体执管人事财务审批执法等事项 由班子其他成员协助政治分管 打破权力的垄断和集中 此外还建立了党政正职选人用人 失察失误问责制度等 近日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出台 严禁行政机关采取利诱欺诈 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方式 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违法并实施行政处罚 也就是不能设置执法圈套 实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幅度的罚款 一般应当适用中线以下罚款 使用电子取证手段时 不能搞偷拍偷路 类似把摄像器材隐蔽起来等 电子眼偷拍取证属于无效 日前 石家庄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案 提交省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批准 该修订案提出 连续无人居住使用装修 空置三个月以上的物业 空置期间按2% 10 下的季节 请不吝点赞 博物删布